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四我们会开始讲圣经人物 今节的人物介绍就是耶洗别 我们可以称呼他是一个邪恶和残忍的女王 我们将这个内容放在教导专页里 我们要看耶洗别大致可以看以下五个重点 首先我们看耶洗别的名字和他的身份 耶洗别在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王子在哪里 可能是指他所信奉的巴力神 他的身份就是西顿国的公主 他父亲就是西顿王埃塔巴瓦尔 以色列王国的皇后 他的丈夫就是以色列王阿哈 他的女儿叫阿他利亚 他的儿子叫阿哈姐和若兰 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一个比喻 用来形容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婦人 他在推瓦推拉教会里面教导基督徒行奸淫 食祭偶像之物 接着就是背景和故事 耶洗别是圣经里面一个恶名超章的女性 他的故事主要就是记载在旧约圣经当中 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 他就是西顿王埃塔巴瓦尔的女儿 嫁给以色列国王阿哈 他成为皇后 他是巴力的狂热信徒 巴力就是迦南人崇拜的太阳神 耶洗别利用他的权势 迫使以色列人拜巴力 并且杀害很多耶和华的先知 他也是一个残忍和贪婪的女人 他曾经陷害一个叫做拿伯的人 是夺走了他的葡萄园 耶洗别和阿哈的敌人 之一就是先知以利亚 他曾经在加密山上 和巴力的先知对决 证明了耶和华神的大能 就是说这个先知 就是以利亚 以利亚也曾经预言了耶洗别和阿哈的死亡 就说他们的尸体是会被狗吃了 阿哈死了之后 耶洗别的儿子 若兰继承了王位 但他也遭到一个叫做耶护的将军叛乱 耶护是奉耶和华神的命令 杀死若兰和耶洗别 并且灭绝了阿哈的全家 我们看耶洗别的行为和他的行动 首先第一就是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四节里说 他是迫害耶和华的先知 耶洗别是巴力的狂热信奉者 他不单止在以色列国建立巴力的庙 和阿舍拉的木柱 而且还是杀害了很多侍奉耶和华的先知 只有一百个先知被俄巴底藏起来才得以存活 另外在列王记上第21章 你讲到陷害拿伯 耶洗别见阿哈王贪图拿伯的葡萄园 就用诡计的手段指使人做假见证 诬告拿伯 谋反蝎俗神和王 令到拿伯被石头打死 然后让阿哈王占据了他的产业 列王记上第19章 他是曾经威胁以利亚 耶洗别就听说以利亚 杀了他所供养的巴力先知 就发生的起誓 要在明日这个时候 也都要令到以利亚的性命 好像那些人一样 所以最后就吓到以利亚逃跑了 另外在列王记下第9章 就这样说的 就是轻视耶护 耶洗别听到耶护来到耶施烈 就梳头打扮 从窗户里面向他耻笑 就说他是一个杀主之人 那耶护就没有理他 反而命令他身边的太监将他推下来 他的血就洒在墙上和马上 最后就是被马所踐踏的 好了我们看耶洗别的性格和他的品格 首先他是邪恶的 因为他是一个巴力的狂烈信奉者 他不单止是自己拜偶像 还强迫以色列人跟随他的宗教 并且杀害耶和华的先知 他是残忍的 他用心 他是心狠手辣的手段 疏使到要杀害拒绝 让出葡萄园的拿拔 并且强占了他的产业 他是骄傲的 他不听从上帝的警告 又不悔改自己的罪恶 反而去讽刺和威胁神的使者耶护 他是有虚荣的 他在知道自己将要死的时候 还在装扮梳头 想要保持自己的优雅和尊贵 所以整体来说 他是一个缺乏梁善 缺乏敬畏上帝的心的人 他的性格 特征反映了他对神 和人民的轻视和敌意 他最终遭到神的审判 并且扔了到窗外 尸体最终被狗吃了 看耶洗别的影响和遗产 耶洗别就是西顿王的女儿 他嫁给以色列王阿哈 并且带来他的巴力崇拜 他不单止自己去拜偶像 更强迫阿哈和以色列人跟随他的宗教 他杀害很多耶和王的先知 并且和先知以利亚对抗 他的行为激怒了神 也令到以色列国陷入道德和熟灵的混乱 所以圣经就将他作为一个妓女 象征着背叛神和行淫乱的人 在启示录里说 而耶洗别就是利用他皇后的地位 干预国家的政治和司法 他曾经陷害一个叫拿伯的人 夺取了他的葡萄园 因为阿哈想现佔领他 他也曾经威胁要杀死耶护 一个受到神差遣的军事领袖 试图保住自己的权力 但他的行为显示 他的贪婪和残忍 也都令到以色列人受到不公正的事和压迫 耶洗别最终没有逃脱神的审判 当耶护率领半军攻入皇宫时 耶洗别被他身边的太监押到窗外 跌死在地上 最后耶护的驾车剪过他的尸体 将他剪成肉饼 最后野狗过来吃了他的肉 只剩下一些骨头和头发 应验了先知以利亚对他所说的预言 他的死告诉我们 神是公义和忠信 他必定会惩罚那些违背他旨意 和挑战他权柄的人 所以他也是一个审判的对象 而最后他一个警戒例子 就是耶洗别在圣经当中留下了一座极其负面的形象 他成为了一个警戒和反面的教材 新约圣经当中 基督对推瓦推拉教会写信的时候 提到他是一个自称为一个先知的妇人耶洗别 指责他教导的一套行奸人和食 就是偶像之物 这个妇人可能不是真正叫做耶洗别 而是用了这个名字来形容他的邪恶和危险 而到后世耶洗别这个名字 也常被用来称呼那些不道德、陰险、狡诈、操纵的女性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要去远离偶像崇拜 要忠于神、要紧守良心和行公义 好了,以三十个节来总结他一生 耶洗别是西顿的公主 嫁了给以色列王阿哈 他顺奉巴历,迫害耶和华的先知 后来被叛军将军耶和华推到窗外 那么尸体被狗吃了 好了,这个就是耶洗别 他就是一个邪恶和残忍的女王 好了,这个内容就放在教导专页里面 那么今天是星期四 我们就会开始讲圣经当中的人物 那么今节就介绍了耶洗别 好,那我们今节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是圣经一甲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就好订阅留言 在我们的facebook专页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圣经一甲 我们的使命就是圣灵根深 活出圣经合一荣神 好了,我们今节先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